明明就是 我們前一秒還正常在聊天 然後他跟我說 你這個酒吧怎樣怎樣怎樣 結果後一秒有個帥哥一進來 嗚 馬上昏倒在吧台上面耶 我知道 一秒你還在閒晨熙店裡的調酒不OK 說調的太淡了 對 然後那個 一進來他突然間說 我好像有點醉 然後接下來 男生坐下之後 他就開始一直晃來 對 剛剛那男生就超過這麼大 他還有一件事情 他都不洗衣服 為什麼會發現這件事情 是我記得有一次跟他出去吃飯的時候 然後他那天穿了一件上衣 然後就吃完以後 我就發現說 我就跟小優說 小優你這邊黏到一個飯粒 你應該要不要把它弄掉 然後就說好 然後後來他就回家了嘛 過了兩個月之後 我又看到他穿同一件上衣 然後那時候就想說 怎麼上衣 髒得點聯繫是不是 那個 但你怎麼還在上面 你再過兩個月 然後我就想說 他覺得有肚子餓了就可以拿來吃了 對 都黏在上面變很硬喔 然後我就發現說 天啊 小優怎麼都沒有洗衣服 然後他就說 對啊 因為這衣服我等一下 我到時候二手拍 我要拿去買 那一件東西 他 然後我就想說 你黏著飯粒 然後沒有 根本沒有洗 你還要二手拍賣給人家 有空沒水準 啊 我解釋一下 因為以前我住家裡 那的確就是 我承認我有點小媽寶 因為以前我們家的衣服 都是媽媽洗的 然後媽媽就覺得 你們就在外面工作好了 衣服他來洗 所以我那時候 心疼我媽媽洗 這麼多人 對啦 我跟你講 加碼控制 來來來 小優是個色鬼 超色的那一種 有一次我們一群朋友聚餐 然後玉兔她是住汐子嘛 小優住內湖 所以玉兔就很好心 開她的小噗噗車 然後載我們一群人到市區這樣子 然後我記得小優還說 哇 兔寶最又最貼心的 這個車好好坐喔 然後我們到了現場聚餐的時候 就是有朋友約了男性友人來 然後那男生就是長得帥帥的 然後小優就開始 就是聲音又變掉了 她就會開始說 啊 你說什麼 真的 跟我們想話 跟跟美心想話 完全是不同的 她會這麼跟那個男生親近喔 對 她會突然覺得很好笑 然後就開始 摸胸肌啊 腹肌啊 然後那個男生就說她是做餐飲宴 她說 喔 內心餐廳我知道 我都沒有去吃過 還這樣子 她就會 各種女性化的特徵都出來 然後印象很深刻是我們 就是結束這個劇參加回家的時候 因為我們一定是搭玉兔的車回去嘛 那我們到了地下室 然後那個男生就說 喔 這台是我的車 結果那個車門是像直立開起來的 小優立馬說 哇 我沒有開過這個車 讓我瞧瞧看吧 她就 蹲過去之後 那也出不來了 我跟玉兔還有蘿莉塔 一直傻傻的在 B1等 因為那時候我們還在想說 小優去哪了 要等她要開車啊 對啊 然後就想說人不見了 然後打開還很擔心 想說她是不是喝多了 然後不知道跑去哪 結果打給她說 喔 你啊 我在那個 那台車上面 她說可以載我回家 然後而且我要在家嘛 我跟你講 小優 小優 是我們裡面 是我們裡面 最難約出來的 因為譬如說 哪有 譬如說像我們通常姊妹約 就會說 欸 啦啦 那個晨熙明天要不要吃飯 然後想吃飯的話 我們就喔 OK OK 但是她是都會先問說 那有誰 有誰 然後就是 正常嗎 不是 可是我都不用 我不去啊 對 可是我們 譬如說我們就會說姊妹局 她就會說 喔 那我再回妳 然後就會不見 但是所以你知道嗎 要約她 最快的方式就跟她說 小優明天要不要吃飯 喔 我會帶兩個帥哥單身喔 立刻答應 立刻答應 試了好幾次 都 都成功 哪有啊 百思不爽 那你們真的有帶帥哥去嗎 有的時候 有的時候沒有 哪有有帥片 然後就再也沒有 整個人消失 再也沒有回我 沒有 可能那一個 這我還接 那一個界的那個 你只要的餐費就有點爆了 因為現在又買房子了 我現在趕快到這邊 我已經沒有位子 天啊 我跟你講 有啦 我跟你講 這次呢 頭上一百 傻眼 貼頭都太過分了 我覺得這是人性本色 大家都可以理解吧 而且因為他們是我的好姐妹 我覺得我可以把最真實的那一面 給他們看 對不對 是啦 我喜歡的男生 我就表現給他們看 他就誠實的就是演一個 色鬼 不是 演一個 他就是 他色鬼沒什麼 我覺得OK 但是應該說 沒有關係就是 色鬼OK啊 會不會成功啊 這才是 對啊 因為我失敗率很高 我就要很主動 我才能再列到下一格啊 所以我就是要很主動出擊 他有一次就是 在我的那個酒吧裡面 又要加碼嗎 其實夠了吧 對 然後結果就是 明明就是 我們前一秒還正常在聊天 然後他跟我說 你這個酒吧怎樣怎樣怎樣 結果後一秒 一個帥哥一進來 馬上昏倒在吧台上面耶 然後我看不到 那時候他還在那邊嫌說 晨熙你們店的那個酒都不夠 對 好淡喔 下一秒馬上昏倒 然後對 然後那個 一進來他突然間說 我好像有點醉 然後接下來 在男生坐下之後 他就開始一直晃來晃去 對 開始晃來晃去 對 開始晃來晃去 對 開始晃來晃 然後想說不對 前一秒你還在嫌晨熙 店裡的調酒不OK 說調得太淡了 對啊他說 你這個酒是不是 沒有放太多酒精啊 他說是不是很低啊 然後下一秒 帥哥進來馬上昏倒 好啦 各位就是 流連酒吧的男性朋友們 請小心 晚上 酒吧都有一些 沒有 我說是真的醉啦 是真的醉啦